为扩大幼儿教保公共化 花莲县北苍国小福射幼儿园新建原社 2月3号举行动土典礼占地300平基地 将新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物 预计两年公期主会完工 将招收近200位2岁到5岁的幼儿 提供更完备的收托服务 花莲县北苍村是本县第一大村 人口超过8000人 随时代变迁 家长对于公共化教保服务需求增加 为了提供完善幼儿教保服务 花莲县北苍国小福射幼儿园新建校舍 23日举行动土典礼 预估两年公期完工后 可招收192位2至5岁的幼儿 幼儿园总核定的经费是1亿1600多万 由教育部补助1亿474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体 希望他能够在我们辛苦的陈校长 以及北苍国小的各位师长的努力下 我们能够如期如值如量的完成 提供给一个学生能够快乐学习的环境 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周边邻居以及跟所有的家长来沟通 我想这个很重要 然而为什么晋级旅集要做我们托儿所富佑的建物呢 因为原来北苍富佑的部分 它的建筑已经太过老旧 而北苍又是花莲县吉安乡最大一个村 这个村有将近8000人 那它又是我们花莲市周边这个林花莲市周的第一个村 所以是整个一个大花莲都市计划区 那也因此它的人数众多 那它的婴幼儿人数也多 因为北苍国小是我们额满学校 推动公共化教保服务是教育部重要政策之一 北苍国小幼儿园新建 总和定经费新台币一亿1600多万元 教育部补助一亿474万元 新建校舍将踩地下一楼地上三楼方式 将两班幼幼班与五班幼儿班分散在三个楼层 提供更完备的收拖服务 此办让年轻父母究竟将孩子送到幼儿园接受教育减轻负担 记者长方月华临时报导